今天来其实是有个目的的 想提供你创作的灵感 是吧 我欢迎你的建议 这是我一个病人的资料 他叫Austin 请问你有听过催眠治疗法吗 听说过 不过对这方面不是很清楚 简单来说 催眠可以让人和自己的亲爱 情意识沟通 我通过催眠的方式 让Austin进入她的情意识里 结果却意外地启动 她的情意识记忆 不是吧 那你怎么确定 那是她情意识的记忆呢 我把整个催眠的过程 都录了下来 是个日本女人 她有跟你说话了 这次怎么回事 Austin从来没有学过日语 却在催眠状态下说出一口流利的日语 后来Austin很确定 自己的前世是个日本武士 那刚才他说了些什么 他看到的日本女人又是谁 他是在说 原来下毒的人士竟然想杀我 而那个日本女人就是他的前世妻子 后来Austin也很肯定地说 他现在的姐姐就是他的前世妻子